真的是你看多可怜被人家酒驾撞到来不及拿毕业证书 而另外呢台北市建国中学上礼拜的毕业典礼上面 学校则是请来了市议员钟小平出席来致辞 结果议员把毕业典礼当成自己的证件发表会了 露露灯滔滔滔滔不绝的在讲证件 引发很多建宗学生不满要求议员道歉 灌报市议员脸书建宗生炮红发言失当 因为钟小平出席建宗弊典台上痛批12年国教 原本一级学生一阵喝彩没想到他结下来 左批好龙兵又表态参选台北市长 把毕业当成自己的证件发表会 大批建宗生不满纷纷上脸书po文表示 在毕业发表证件很超过这是我们的毕业 不是你的造势晚会 就是后来因为他提到说他如果当 就是他要选台北市市长 然后如果选上了隔年就要把森林国教废除 所以是引来比较多的反弹声浪 所以议员他竟然是在毕业典礼 那是看场合说话 我们竟然是在毕业典礼 议员应该讲的就是聚焦在我们学生的毕业典礼上 聚焦在毕业这样一个议题上 学生不满将政治带进校园 毕竟高中毕业典礼一生只有一次 毕业典礼学生有不管任何理由 学生有一点点不高兴 我们都愿意表示歉意 议员澄清没有要在台上宣传证件 把学生当选民 民意代表说要致辞很常见 但选部队的场合没说适当的话 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就是王树民 还原来台北参谎报道